大家好,我是小黑 我现在在虹桥区的复兴路 有很多粉丝给我留言 他说吃天津早点 有一家百年老字号就必须要吃 如果这家不吃好像就差点事 行吧,今天我们就来这家尝一尝 看看它有多好吃 就是这家了,智美斋 非物质文化遗产 各种的熟食 酱牛肉,烧鸡 这是智美斋的总店 金门老字号 走着,咱进去看看去 哟 这里好大呀 怎么样,在哪买呀 在这买18年 早点 在这买一餐吃吗 一碗老豆腐 然后来个牛肉烧饼 好 先把蒜条里面 在这吃 咱们早餐卖的几点 10点半 10点半 一个牛肉烧饼 一个老豆腐 牛肉烧饼是7块钱 然后这个是3块5 咱看看这百年老号的烧饼加牛肉 烧饼个儿不算大 但是这牛肉给的还是不少的 还有五六片吧 它这是个小油酥烧饼 然后他们智美斋的酱牛肉是非常有名的 咱拿着一块,咱尝尝 很香 很香 第一口入嘴就很香 这个牛肉不是那种 污口即化那种 是很有嚼头 但是越嚼越香 不错 小油酥烧饼上面有点椒盐味 配的酱牛肉真的好吃 就是有点干 看你老豆腐 这就是传统特色的老豆腐 加点蒜泥 加点辣椒油 里边有木耳 黄花应该是这种老卤的 搅拌一下 酱豆腐的香味完全上来了 这种老味的老豆腐 它这个卤子是拿肉汤调的 应该很香 喝着一股牛肉汤味 闻着芝麻酱很香 但是喝到嘴里感觉是牛肉味特别重 应该是牛肉汤掉出来的 还喝着牛肉渣了吗 但它这老豆腐 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酸味 应该是肉汤的味 喝起来的口味稍微重了点 也稍微有一点咸 但是我喝着还好 毕竟我是肉食动物 看家的小牛肉 纹理清晰 块还比较大 好嘞 好的 香了 至美斋啊 现在也是一个百年品牌了 穿成三代了 他们主要就是个酱牛肉 这个烧饼加牛肉也是加那个酱牛肉 一个双饼加牛肉 一碗老豆腐10块05毛 卖卖 他们的酱牛肉太香了 我准备再买一斤酱牛肉带走 您好 您好 我要把那钱给你 给我来点酱牛肉 怎么卖的 哦 极品 精品 精品的吧 再来一小块 还心头挖哪一点的 行 可以 可以可以 都是今天新做的吧 行 早点 来几块牛肉 早点 可以早点 一个早点花了10块05毛 买了块酱牛肉花了82 又破费了 他们的早点种类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觉得酱牛肉还真是好吃 老豆腐的牛肉汤味非常的浓 但是你喝到后边会稍有一点咸 这酱牛肉做的也是确实好吃 但是我有个小建议 如果能再软一点 再烂乎一点会更好吧 行吧 我觉得今天这个百年老号来的不错 给我推荐的小伙伴给你点个赞 吃的也挺美 那我们这期就这样了 喜欢小黑视频朋友们 不要给我关注 评论转发收藏支持一下 良心评测看小黑 收工回家